雲林世界竹地標 在 掌聲鼓勵 讓我們的白痴幹頭更進一步 謝謝縣長的鼓勵 雲林縣政府非常的榮幸 這次我們以石碧的療癒基地 獲得2024年世界竹博覽會 世界竹會整個的肯定 認定我們雲林縣 石碧的這個療癒基地 成為世界竹地標 我想這份殊榮來自於各方的努力 不只是我們雲林縣政府團隊的努力 包括台灣竹會 還有我們的竹大使唐立芳老師 大家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推薦 那今天才有這份殊榮 那包括我們竹的產業 未來如何發展 我想我們會產官學員 共同的來合作 台灣的竹的產業在過去 其實是存在多年 那當代我們因為 金銀碳排 永續這個議題之下 我們在看待竹子 它有一個很好的未來發展機會 那今年我們在這個 透過這樣一種大型的會展方式 讓大家關注到竹子 一起來思考竹子未來的發展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那不代表說它是一個結束 那未來還有很長的路 我們一起來思考竹子的 不管是上游中游下游 我們應該如何來努力 非常謝謝雲林縣政府的努力 讓雲林縣成為世界的竹地標 那古坑鄉很榮幸 就是我們的竹產業基地成為世界的竹地標之地 那我想我們會維護這樣的一個珍貴的天然資源 讓古坑鄉的美好 與大家共享 就是不管你是想要享有竹的優美或是筍的美味等等 或是現在在 縣政府在積極籌備的這個竹療液基地 我想對所有的旅遊朋友們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雲林目前在推的是一個竹療液 竹療液會是在我們雲林縣的最東邊 就是我們的石壁 然後因為它有產夢中族 那我們平原的部分有馬竹筍 還有利竹筍 還有現在當季的貴竹筍 所以我們就藉由山跟海之間 把它的農產品 把它串成一個類似山海一家親的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準備了 跟竹藝做一些搭配 出一些跟竹筍相關的菜餚 雲林世界竹地標讚 不過我們下午後 搞甚麼 我們下午前 雲林貴竹筍 因為這是十字幕 有一點 雲林球 這單是 我們在藝衛